南加州老乔新乔月简辽华侨 在华部举办支持五国庆竞选加州参议员的募款造势晚会 希望五国庆高票当选为华人谋取更多的权益 请看报道 正在竞选加州参议员的五国庆 凭借他在社区的耕耘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和影响 得到了南加州传统桥社台籍社团 越解了社团的大力支持 日前他们在华部的金龙酒家举行大型的募款活动 五国庆表示他竞选的是加州第32选区 从蒙特里公园市向东至河陶市 人口超过100万人 而且是华裔集中居住的地区 他的证件包括医疗健保教育住房社区安全等 当晚罗省中华会馆共同主席 番杰周 马培道等人在会中致辞发言 表达对五国庆竞选加州参议员的全力支持 我们中华会馆27个球团 大陆的新桥 台湾的新桥 一起共同来举办这个活动 来支持这个五国新博士竞选 2018年的中议员 第一个土生的华人竞选这个参议员的位置 我们是非常荣幸他能够来参选 在这里他跟我们传统球社也非常 关系非常密切 都对应我们传统的华人都非常支持 他在那个敬坛方面已经服务了很多年了 他一直为我们的华人争取我们的福利 现在他在那个损区里面 二十二损区 大部分的差不多 百分之八四都是我们的华裔 所以我们希望如果他当损 他可以当我们华裔的声音 不但关系我们华人社区 他够胆站出来为Five for the Chinese 是很重要 我希望大家出来支持他 让他能够竞选成功 谢谢 五国庆担任国盟市的市议员 加州众议员 洛杉矶社区学院理事 在政坛富有经验和能力 也是我们的华人之光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 洛杉矶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